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商业者透露 每年冰品口味几乎是逢茶必卖 台茶 英诗奶茶或是日诗抹茶 都能拉抬业绩至少两成以上 金黄色冰棒外皮居然也能 真的像香蕉一样一片一片剥下来 另一家超商也推出联名系列冰品 不只外形搞噱头 口味也大玩创意 黑松沙士化身冰棒加入跳跳堂 神还原 街头实测一下口味到底怎么样 它很特别 其实我刚才吃第一口的时候 它这上面有那个白白的东西 就很像以前小时候吃的跳跳堂 就整个嘴巴都在一直跳 还有熟悉的小美冰淇淋 特别版蜜漬柠檬片和可乐碎冰 结合加倍小许 挖开这个柠檬片下面竟然藏着冰淇淋 然后就吃起来就会觉得 比较不是那么单调的味道 就是它有冰淇淋也有冰 然后就是把可乐的甜 跟柠檬的酸有点综合起来 夏天倒数季时 气温逐渐飙升 超商业者率先出招 开墙首播 冰品商机 三地新闻中纪委 戴此会台北报道